旅程的終點 這裡是哪裡? 菲蘇達查卡頭輪 達密這個地方 負面的經驗就會轉變成智慧 長生不老的秘密也在此喔 那是很多人想得到的 連神也希望長生不老 神? 是的 神的聖命雖然比我們一般人長久 但是也是會有生老病死 凡天為了這個問題 於是天神與妖怪們一起商量 決定同心協力攪拌大海 這樣就可以令大海產生出長生不老的靈藥 大夥啊 站在宇宙第一高峰虛敏山上 由大蛇拖運者來到大海 大海果然被眾神攪拌成牛奶 而長生不老的靈藥也出現了 就在最後這個時刻 負責佛虛敏山的巨蛇 忍受不了劇痛 張口噴出大量毒枝 毒枝見到地上 會成江河流到大海 毒害三界眾生 不適可思的天神 只好尋求至高無上師婆的幫助 師婆啊 不忍眾生受禮 只好將毒枝吞入口中 毒氣劇烈的枝意 流進師婆的咽喉 把師婆的脖子燒成深藍色 而眾生卻因此保存住性命 到頭來 還是沒有人能夠長生不老 沒有 那麼這一趟旅程有什麼意義呢 瞭解你是誰啊 真正的你 瞭解生死相隨 瞭解人和動物之間的不同 瞭解人所需要的 除了維持生命所需 和世俗價值認同之外 還有靈性的成長